黃波榮他拿的是紅色的棍 紅棍 轉身跟棍 轉身跟棍 公布推角 選子小棍 做盤 五花撩棍 其實這些拍棍也是有技巧的 拍的角度不對 棍子是會斷掉的 對 這是黃波榮 他的這個 輪棍的速度算是滿快的 嗯 像我們看到棍樹 他們拿的這個 棍的材質 應該就是 講這種白蠟乾 白蠟棍 這種棍它是有彈性的 只是 像棍樹有很多這種拍地的動作 像這個拍地如果說 他的棍間是朝前 去戳到地板的話 那棍子可能會斷 所以每一次的拍棍 他必須要全部的面積 一起同時拍到地板上 好 8.51分 質量被抓了0.4 前面是有看到一個他的公布 稍微有一點點的小跳動